哇 不行要花牌了 上 如萍心软通知了魏光雄来救雪姨 却隐瞒入世害的陆家破产 几分钟前 雪姨恳请如萍去找魏光雄救自己 不然尔杰就要没命了 心软的如萍最后还是答应了雪姨要求 连夜赶到了魏光雄家通风暴行 不知情的何淑桓等人还在计划着使用钓虎离山之计 好让如萍找个师父去开锁 李副官特意将李陆振华请到家中喝酒 不一会儿 何淑桓等人也跟着来到李副官家 眼看陆振华还在打听魏光雄的背景 一平只好实话实说 陆振华听完后却沉默了 当时的魏光雄黑白通吃 早已不是落魄的黑豹子可以向抗衡的 再加上当时的婚姻法上 雪姨与陆振华的婚姻其实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陆振华只能借着酒意向现实谱协 让开刘的刘 开则的走吧 要是在这儿 你们想干什么就去干 那边魏光雄的人马终于赶到 救出了雪姨 可谓光雄却还惦记着陆振华的保险箱 竟派来一伙小混混将陆家洗劫一空 杜菲赶来阻止 却被打晕过去 赶来的如瓶这才发现 自己闯了大祸